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The Wave 的頻道 今天就和買了 Xperia 1 的各位說一下在淘寶必買的配件 例如螢幕貼、手機殼、USB 線 首先就是螢幕貼,以我所知應該大部份人都會貼螢幕貼 當然,也有少部份用者是會拿刨 螢幕貼來說,我這邊和大家介紹一下 一間我一直以來買螢幕貼的淘寶店 這間店是我由Xperia X Performance 開始關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Sony Mobile 是由X Performance 開始加入2.5D 玻璃 所以能夠找到可以完美貼好的螢幕貼也是一個挑戰 然後到XZ2 開始 因為看到螢幕玻璃基本上是沒有可能做到一個完美的貼合 而且不會遮擋螢幕的任何範圍的螢幕貼的時候 所以就決定了前後玻璃貼他們的軟幕 但這裡要注意的是,因為材質比較軟 所以黏貼難度比較高 同時也會比較容易出現刮痕 所以如果對這方面有疑慮或者不介意不是全屏覆蓋的話 就可以選擇另一款玻璃貼或者普通膠貼 視乎你希望的保護程度 當然如果你什麼都不怕的話 裸跑一定是最漂亮 接著就是手機套 香港的行貨在包裝裡面已經包括了一個透明 普通到不得再普通的手機殼 如果你覺得OK的話就不用再換 但如果你想漂亮一點的同時要足夠的保護性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套部店 他們的手機殼手感不錯 而且不會遮蓋手機的顏色 算是我用過的手機殼裡面比較好的設計 然後就是線材方面 因為這次的筋盒會比USH32 是一隻PD充電器和UCB24一條USB-C-C線 要壓外USB線的角位我會建議綠亂 這間店的線材我都用了差不多5年以上 品質都算不錯 最重要是電阻不高 所以還未出現充電的時候 線生發現的現象 至於尿袋我就不做任何介紹了 除了是因為沒有一間USB-PD充電器 我用得比較長時間之外 同時未有一間可以值得我去介紹給大家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有空留言按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去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以及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